30年前的洗衣机到现在还在用 基本上还没修过 为什么这么耐用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洗衣机啊 是个半自动放杠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盆盘 你们看 这个是个水仙的 现在这个牌子啊 基本上看不到了 这里面的功能也是非常多的 你们看 这边还可以调节这个水的方向 上下 这边还有一个洗的功能 一个双向 一个淡向 真的是洗衣机的选择 这边就是洗衣机的定时器开关 这边是排水的 这边是脱水开关 这个洗衣机啊 用户已经用了30年了 最近啊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它就不要了 现在我们简单试一下是什么问题 把电池上去 现在我们选择一下双向 好 这旋扭好像不行了 这送到开链时间长了啊 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拿个钳子给它夹一下 你们看 这过来还是转的 还是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水 排水感觉还可以 再试一下这个吐水 这个吐水现在听到嗡嗡声 但是好像没占 好 这个洗衣机也是钢钢坏的 所以说这个客户就不要了 毕竟也用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像30年前的洗衣机和现在的洗衣机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为什么这么耐用呢 现在我们看一下哪里有区别啊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板 你看这个面板啊 都是一个铝合金材料的 现在的都是塑料 还有这个外壳 现在的也全是塑料 不过以前的这种都是铁的 还有一种洗衣机 这个都是铝合金的 你们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水干筒 你看 这个水干筒 这边也全是铁的 现在的也是塑料啊 看到吧 外观也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看一下这个里面 里面的电机马达 到底是铜线的还是铝线的 这里面还有一块泼墨 这边是洗衣机马达 你们看 它这个电机马达啊 靠这下面一个铁架子给它固定的 现在的洗衣机全是靠下面那个塑料 固定的 还有这个变速器 你们看 也很牢啊 也没有什么晃动 用这么长时间了 这里面还没有什么异象 说明里面的齿轮相当的完好 这边是脱主的电机马达 这边啊 感觉都差不多的 刹车 还有固定的方式 这铁极底部是铁的 这边上还有两个电容 这大的就是控制洗衣机那边的 这下面一个小的就是控制水干这边的 这两个是分开的啊 现在很多出来的洗衣机都是整体的 就是说一个电容有四根线 控制两边电机的 你们看这个洗衣机的皮带 相当的完好啊 一点开裂磨损的迹象都没有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电机里面 到底是铜丝还是铜丝 我们首先刮一刮 刮一刮就会看到这里面啊 都是全铜丝 一点都不太假的 这样看也很明显 这两个电机啊 肯定是没有换过 都是原装的 现在出来的好多机器 这电机里面啊 全是铜丝 所以说不怎么耐用 因为铜丝嘛 只要温度高了 它里面就会熔断 就会烧断 所以说不管像以前的洗衣机 还是其他的什么电器之类的啊 都比较的耐用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真材实料 做工啊 也是非常不错 像你们家里还有这种老洗衣机吗 现在已经很早见了